慈大腹中在校庆前夕 以环境亲近作为送给学校的生日礼物 4号下午花莲市长魏嘉贤 也协同亲节队长吴庆展 特地到场见证全校师生 以及慈役会爸妈 透过社区服务以及环境教育的方式 献给花莲乡亲2200小时的爱 也表达对花莲这片土地的关怀以及感恩 3月5号是慈大腹中22岁的校庆 但他们却不是以生日蛋糕或祈求拱门来做庆祝 而是全体师生 家长志工 慈役爸妈等多人 投入环境教育的实际行动来献给花莲 爱自己 爱他人 爱大地 一直是我们慈大腹中品德教育的三大目标 那怎么爱大地呢 怎么呵护大地呢 其实我们就从我们这个脚下的这块土地开始 虽然慈大腹中已经有27个姐妹校 我们也是个很国际化的学校 但是呢我们没有忘记我们学校就在后山就在花莲 所以我们利用校庆这一天 让孩子们呢去思考 我走过的土地是什么 我每天上学我的生活圈又在哪里 所以我们这次呢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在校庆前一天全校出动 老师带着孩子 然后实际上用他的双手双脚 来守护回篮 让这块土地可以更干净更美丽 这项守护回篮的志工活动已经迈入第五年 花莲市长维嘉贤为了支持学校对环境的热爱 事后下午也协同清洁队长吴庆展 特地到场 见证全校师生及职议会爸妈 透过社区服务及环境教育的方式 献给花莲乡亲2200小时的爱与努力 那其实他们在做守护回篮这件事情 是把附近周遭社区的环境 做一次性的一个整理之外 还有好几个地点来做相关的清洁 那总共要贡献2200个小时 给花莲市的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那也减轻了我们花莲市公所 清洁队员的一个负担 在此真的要谢谢 那我相信在学校有爱的环境里面 跟环境的教育里面 可以让孩子对于社会责任 有很明显的一个成长 那我们在此要谢谢 我们池中的每一位老师 更感谢校长 也非常谢谢我们上人的一个提醒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 实际爱的环境里面 逐渐成长跟茁壮 那今天我们看到正是他们 将环境教育向下扎根的一环 那我想之后我们清洁队会朝向这种方式 在我们花莲市的各国中小学 来尽量来做一些推动 希望他们也能够来仿效这种方式 市长回家先也肯定池大附中 持续多年着重在环境教育的推动 因此特别邀请情节队一起圆满活动 希望透过孩子的声音 结合传说在大街小巷的垃圾车广播 将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宣传出去 大家一起用亲近家园概念守护回篮 让花莲这块土地更加干净 如树护城请照护 此中恶恶共三行 耶 记者许立琴 花莲市报导